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俄军全面占领东古塔,美军失去最大砝码,现在想开战,已晚了。 据俄罗斯国防部4月13日最新消息,俄罗斯宪兵和特种部队日前已经全面进入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东古塔地区,此前叛军占据的最后一处城镇渡马也不例外,目前都已经在俄军和叙利亚军队的牢固控制之下。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6万名武装分子及其家属和一般平民撤离该地区,投降的武装分子,被安置在了伊德利布省地区,在这里他们将开始新生活,不再与正规军为敌。 随着俄罗斯大批部队进入东古塔,也宣告这处曾经插在叙利亚心脏地带的匕首,已经完全被折断,大批酒精沙场的叛军武装分子全部投降。 这也标志着美军手中最大的砝码已经完全失去了,即便现在发动对叙利亚的打击也已经为时太晚,要知道美军从一个多月之前就扬言要对叙利亚动武,以为包围圈中的叛军争取逃生的机会。 然而美军虽然狠话不断却一直没有行动,做事,俄旭联军一股作戏占领了东古塔,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就算是发动空袭,也轮位了没有战略目的的撒气。 更不要说由于动武的准备时间实在是太长,叙利亚和俄罗斯军队都有针对性进行了收缩,各种宝贵的军事装备都已经隐藏完毕,美军能够打击的重要目标已经寥寥无几。 一枚导弹价值上百万美元,如果要去砸空地的话,这无疑是纯,脆的烧钱行为了。 军事专家表示,目前来看,美军最有可能的行为,不过就是发动象征性的空袭行动,对叙利亚几个预定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然后单方面宣布胜利,对美国来说这也算是有台阶下了。 对俄罗斯和叙利亚来说,也没有任何伤心动骨,双方也可趁机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